我们今天是因为吃他的餐太好吃了 吃到吃不完还打包 所以因为好吃心情愉悦 就还想再来一杯咖啡 所以实际上做餐饮业的真是这样 你只要让客人吃到体验感很好 那是消费是不是问题 我们这个咖啡本来都是可以转到咖啡厅 可是我们还是在这里 就觉得坐得舒服吃得爽又有情调 所以这个咖啡厅我们推荐 Nung No.1 老板的名字也叫Nung 这个咖啡店里面马骨餐 好 这个橙色 我觉得我蛮喜欢这家店 尤其老板家也都是非常的客气 是热情 太棒了 他的东西非常好吃 我吃完餐不够 我又在这边 又是甜品 又是咖啡 这边就是咖啡店 这边就是咖啡店 他这个咖啡店主要是那个小景 从这里出来以后还可以到二楼 二楼你看他都用这种楼器 下雨也不怕 这个挺有意思的 他这些的也不是很高级 可是你就是真的有法国味道 我们走到二楼去看看 二楼它是啥东西 哇这个楼梯来这里的人要小心 这个楼梯我们上去看一看 哇塞真的很有情调 所以人有时候真的要多走国家 每个国家他有他自己的文化 当你把这个文化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 这种新奇感是很难很难说的 所以泰国人为什么这个国家他也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这个就是泰国人很多人都是去欧洲任何的国家 世界各地他都去 去了以后他就把那个文化给带回来了 所以文化跟文化的碰撞就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太好了太好了很棒 小小的咖啡厅老板一个人把边上的汁修掉一点 在这边看看书悠哉悠哉边上都是绿化 哎呀太美了太美了 东南亚国家就是气候 气候好了以后这些绿化的植物就很容易生长 而且都是郁郁冲冲啊颜色就是超绿的 这家咖啡店唯一的亮点我就是一个是绿化多 还有他的这个所有的客人的座位都挺私密的 你看看这个植物居然可以长得这么大 我都难以想象 一般花棚里面长不大 这个好大呀 嗯还有这个如果是在雨季哦 啊这个植物你看看可以长得这么大哦 一刮起来这个遮太阳是绝对没问题 可是只能雨季 像我们家里面种这个东西啊 太阳西晒太阳一晒就全死完了 啊所以哎这个真的你看法国人他们是不是墙壁上很喜欢弄这种 啊这种就是这个给人家这个拍拍照啊什么 就是非常有情调 这这个房子上我是不太给那个叶子啊花花草草爬上墙的 因为怕有蚂蚁嘛 所以你看法国人真的很多家里面他们墙上都把爬植物的 啊这个就是不一样 这个小门这边有一个堂堂椅啊 啊这个拍照真的是挺好看哦 哪个景拍出来都好看 这里我都还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在那边开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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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讨过法国 但是他就是更多的 比较好 但是他家务心很高 他本来就回事 但是刚开始呢 他说出帝国啊什么 他说出别的孩子 这个结果因为他更多 法国南带嘛 他说他就 他就有朋友啊 他就有朋友啊 他说他没什么好笑 他就打开这些 公罗也就给人家 他都说出帝国啊 他就再开始做帝国 所以做帝国 这么干的 还是明明好做到的 那是刚好七八十九做到的 你看做帝国的 入行很重要的 这是三文鱼 草莓味的冰淇淋球 这个 这个ID也蛮好的 一个球完了之后是龙眼白色的 葡萄绿色的 再放一点点小芝麻糖 这个挺好 还有这个碟子是黑色的 配上金的勺 好看好看 肯定也好吃 这杯咖啡啊 这个小木枕 我还就是觉得家里面 这种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垫子 确实是要 可是这个西汉是西汉 它的杯子 它的杯子有点糖浆 这个铺在里面 有点它这个豁出来的那种感觉 这个杯子 现在很多时髦的东西 这就是时髦的东西 你看得懂吗 我们这代人肯定看不懂 为什么一个杯子要弄整 看上去糖浆铺出来的感觉 人家时髦好看 就有时候我这里都 风吹过来的那种香味 都到我鼻子里这边 我就喜欢焦糖的味道 这个是我的专利 我觉得这个焦糖 那个口感就会很好 它的拉花也不错 挺漂亮的 所以这家就是蛋糕咖啡 老板是做咖啡 跟这个法国甜点出身 所以这个一定是OK的 这一个用这个穿 两个衣绿一白 再加上一个豆罐花 下面又是橘子水咖啡 这一杯的感觉 真的很棒 实际上喝咖啡也好 咖啡店里面的感觉也好 就是好看 好看的心情好 这杯东西味道就是好 唐姐看的这一杯的 真的流口水 非常漂亮 这样子可能更好看一点 豆罐花 再加一点小装饰 过瘾哈 我是唐姐 这期视频到这里 拜拜 拜拜